双北市进入三级警戒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 也宣布各游客中心和封闭型的展馆停止服务 并暂停预约导览 另外配合新北基隆的防疫作业 陆续关闭野柳地址公园和平岛公园等警官区 呼吁民众一同来防疫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双北市防疫进入三级警戒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 也宣布所辖各游客中心以及封闭型的展馆停止服务 并且暂停预约导览 另外配合新北市基隆市政府的防疫作业 陆续关闭野柳地址公园 和平岛公园 浅水湾 白沙湾 中角湾沙滩 富贵角步道 丰艺术营区 秦人湖公园等等 要与民众一同来防疫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由于双北5月15号开始 今天升到第三级 那本处所辖的游客中心及封闭型的展馆 当日就已经停止了服务跟预约导览 那配合新北市跟金融市政府的防疫作业 陆续续关闭了野柳地址公园 和平岛公园 浅水湾 白沙湾 中角湾 那最新的资讯呢 可以留意本处的官网及我们的粉丝团 都有最新的消息 北关处辖内的景区最新资讯 以及经营场所营业情形 可以留意北关处的官网 以及粉丝团得到最新的消息 此外针对封景区相当多了石门区 区公所除了日前封闭了石门洞 绿石潮 青山瀑布 以及白沙湾 近来也滚动式调整 增加封闭了富贵角公园与步道 避免景区出现人潮 造成病毒传播的风险 避免人潮的移动 所以我们石门区 陆续封闭的一些热门景点 那包括白沙湾 富贵角步道 老梅绿石潮 石门洞风景区 还有我们山上的青山瀑布步道 我们都已经完成封闭了 那我们整个北海岸 包括山枝金山万里 也同步封闭了很多热门景点 那我们呼吁游客 这个时间尽量待在家里 没事不要出门 那我们北关处这边要呼吁 室外请全城佩戴口罩 并且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那用餐时配合 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如果有违反 或已经劝导不听的 那我们将通报 地方政府卫山主管单位 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开罚 此外双北市进入三级警戒 只要外出就必须全城佩戴口罩 为者将会被开罚 因此北关处与工作也呼吁 户外请全城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用餐时也要配合 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 如有违反或经劝导不听者 也将转至地方政府卫生单位 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开罚 是小品海岸北海岸综合报道